打翻促談 雙方一言不合竟然是持刀棍互殴 昨天晚上七點多 一名成姓男子不滿前女友被人搭訕 找了五名小弟 在台北市的萬華西昌夜市是當街開打 兩方人馬拿出了刀棍甚差有煉具攻擊 一旁有攤販遭到波及 現場非常混亂 夜市裡兩方人馬大陣仗 嗆聲一個比一個還大聲 人人手上還持刀棍棒 甚至拿出煉具攻擊 現場火藥味十足 攤販衣架也通通變成他們的打架工具 嚇得攤販業者倒退散步 趕緊報案 警方大聲呵斥 當場逮捕三名男子 隨即繽紛登陸 再逮五名嫌犯 不過主仙仍在逃中 18號晚上七點多 台北萬華西昌街夜市 有一名成姓主嫌 因看見前女友和徐姓三兄弟 談天說笑 怒氣沖沖 找來五名小弟當街開打 三兄弟也不甘示弱反擊 從互嗆演變成互毆 火爆衝突一觸即發 陳姓主嫌 見王姓前女友與徐姓男子等人聊天談笑 乃上前嗆聲 進而奔馳刀棍及煉具 互毆傷害 打犯促談引發糾紛 雙方都有人掛彩 不過這一打該付出的代價還是要面對 全安一 聚眾鬥毆等最嫌將鬧事的八人移送法辦 警方也將全力追棄 再逃的陳姓主嫌 記者陳微淳 台北報導 警方건正全力追卡 警方 警方 學生